這件案件是涉嫌違法走私的案件 我想大家的看法其實是一致的 只是因為強調的重點不一樣 一直提到就是說 一定要查明真相 不負短 而且舊責無上限 我也看到華航從一開始比較抗拒 然後到現在配合 終於公佈了 從2006年到這一次 所有的總統專機 有關於這個菸品 採購的一些違法的 相關的一些可能涉及的證據 我們目的不是要去 就是針對任何人 因為這可能涉及到長久的漏息 或一個共犯的結構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抱持這個心態 我也很高興府院都支持我 社會大眾也願意給我一點時間 那我相信這也是華航大改革的一個契機 會不會要求華航公司 在不違反偵查秘密的原則下 以一個公開透明跟負責任的態度 掌握多少事實就公佈 讓社會也可以了解 比如說這個 除了我們已經查到的 這個菸品的數量 那經手的人 那麼相關的決定是什麼時候做的 那除了菸品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免稅品 那這裡面我想一一的來加以釐清 我也肯定華航能夠在周末 兩天的時間動文說的人 那麼把先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 把它做出來 先前在案發的前三天 華航謝董都跟我講說 這個電腦的系統轉化 所以資料已經沒有了 找不到了 只要有心 就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我再次啊 一方面也是啟勉華航 能夠就是以公開透明的態度 那負責任 向社會來釐清真相 那麼我們也給這些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也是一個長期累積的問題 我們重點還是在解決問題 所以我講說 誠實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 也是華航從拾社會信心的開始